快跑 我的舌头 我马上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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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可谓是被综艺眷顾的综艺人 不仅在双强夹击之下逃脱 还完成了反杀 昨晚的奔跑把太精彩了 太激烈了 周深两分钟之内成功撕下两个名牌 先是反杀撕掉了大黑牛的名牌 大黑牛李晨碰到周深之后 很快的控制住了深深准备撕下名牌 结果本处于劣势的深深 即使被大黑牛的力量给质押 依旧努力的挣扎 再摸到大黑牛的名牌迅速撕下 直接反杀 紧接着又撕下了范春城的名牌 居然笑到了最后 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周深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也就是跑男精神吧 撕下了两个大高个 你说牛不牛 这应该是周深最期待的高光时刻吧 他终于靠自己的努力逆袭成功 取得了撕名牌环节的最后胜利 我的任务就是睡觉 倒药 合斗全月球最美的女人 笑 太牛了 哎呀是周深 三二一 李荣昊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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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了 深深太长了 我不是嫌疑啊 急了 他把水都喝完了 深深每次辩解 就只会三个字 我不是 合斗全月球最美的女人 笑 昨晚是看得最快乐的一期 内容有趣 周深猛眼撕名牌 逆袭成功 看的人又激动又感动 坚持 机智 果敢 沉稳 这些都是他们的实力 不是偶然也没有放水 他撕掉了李成 所有人都为他喝彩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拥抱李成 李成也欣喜地真心回应 这才是我们想看的节目效果吧 每个人都有高光时刻 该拼的时候尊重对手 拼尽全力 比赛结果其乐融融 大家也都很开心 希望接下来的节目都会如此 再次感叹 玉兔生真是可爱本爱 给你有说 我 表面 для discomfort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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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泰国录制有什么录制心愿吗 录制心愿 这最后两期了能力行吗 然后对粉丝们说两句 好难的粉丝们 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大家快的 希望大家真的开心 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 6月9号周深已经乘机到达了泰国 准备进行奔跑版11的最后一次录制 根据泰国生米的路透视频 周深一如既往的素颜 白T 牛仔裤 鸭舌帽 看到米子的第一时间就摘下了口罩 身在泰国的生米 在机场准备了充分的接机和应援 周深到达泰国机场时 因为接生生的车还没有到 不得已在机场等了6分钟 就顺便开了6分钟的见面会 不过不得不说 泰国生命真的是太给力了 呼唤周深的名字都已经破音了 这次撕心裂肺的呼喊 都把周深给喊害羞了 周深等车的几分钟里 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害羞的跳了几次舞 又害羞又充分的周深 实在是太可爱了 让小编没有想到的是 泰国的生米竟然也准备了大量的应援物品 比如有身子的胸牌 还有让周深射死的E拉宝大旗 和兔兔图案的T恤 如果不是有泰文 还以为在国内呢 前面的视频已经说过 泰国的生米在 iCon CM区的88辆都督车 布置了周深的海报 还有在iCon CM商场入口处的 一个大型LED屏幕 将于6月8号至6月14号播放 关于周深的视频 不得不说 泰国生米真的是太给力了 今天就开始这一季跑男的 最后一次录制了 一切胜利哦 欢迎来这里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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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吧 我去吧 你怎么着急 我来这里面吗 我看你 我开门 这个地方 这边 好 我开门 你 我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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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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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